大家好,华记9月22日深夜报导 今天上升会网 直播了一个多两个小时 今天讲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也不重复了 主要是今天有些正能量 警务署出了指令 管制假记者 这些当然是正能量 不过详情请去升会网 今天讲过了很多 我不想重复 如果大家想听,可以去升会网 我就放了一条字顶的连续 还有一件事想分享 今天因为李渔门银龙 今天休息 本来我这件14亿的衣服 就在银龙K姐那里 还有在空井牛肉饭买的 空井牛肉饭 今天已经卖了100件 已经卖了100件 明天会多些少给他 K姐那里也会有100件 明天下午 多谢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10月1日可以穿出来 因为这件衣服 只是表达14亿人口 我们是其中一份子 还有这里写了个中文 就是14亿份之一 所以希望在10月1日 大家可以穿出来 有一个爱国的表述 今天已经讲了很久 讲了两个小时 今天影片不讲这么多 这条影片依旧分享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因为昨天分享了 在柬埔寨有个年轻 其实柬埔寨可以去过两三次 所以我希望将别人在 这么贫穷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都可以发奋图强 希望香港年轻人可以借镜了 今天华记不讲这么多 多谢大家支持 这一份情意 实在令人滚动 你不会有事 慢着 另外还有五个七月份 就成功偷渡到台湾的手足 至今两个几月都被陆委会扣留 扣押地点不公布 又不可以联络家人和律师 连声甚命随都不让人知道 这五个人都是揽炒派的手足 但是至今都未见他们 为五个在台湾消失的手足 说过一句话 港人港地记者 在民主党 港虐待动物记者会上追问他们 是不是要一时跟人跟进一下 结果是 民主党没有关注和跟进 在台湾受的不合理 对方是五名香港人 第二就是民主党会不会 谴责台湾当务 第三就是为什么 10月202 香港人被中国海警拘捕之后 即民主党也有做被招 但五名港人被拘捕 但一个公开的呼吁和被招 都从未见到 是不是 不好意思 会让我回答你 会让我回答你 什么都被 被拘捕 记者会后 记者再追问何俊仁 但一直逃避 直言更加阻挡记者 千方百计逃避 明明都是偷渡手足 12个扣押内地港人 就可以得到这么多揽炒派帮手 扣押台湾的五个手足 明显更需要出手相助 为什么民主派一听到这件事 就不敢回应 还闪得这么快 是衡量过台湾五个手足 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还是后面的大台 不准他们出声 可连这五位手足 听他们的齐上齐落的承诺 挺而走险走到台湾 就以为可以拥抱民主自由 怎知下场这么凄凉 彻底变了气质 这次我真的没有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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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静门事件早已经揭示 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 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而且苹果啊 斯科啊等一些美国公司 几年前都已经承认 它的设备存在着安全漏洞和后门 美国情报部门长期以来 对包括盟友在内的 几乎所有的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 实施无差别的非法 窃密和监听活动 包括他自己本国的公民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我想这是公开的事实 那么华为我们知道 它为世界上170多个国家 提供服务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说存在安全问题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拿出华为产品存在安全 危险和或者说后门的证据 我们拿英国做例子 华为出资 在英国呢建立了网络安全的 检测中心 他接受的是英国专家的检测 而且呢他愿意同一同 所有的国家都签署 无后门协议 那我就想问一下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企业 能够做到这一点 美国的任何企业 苹果 思科 美国任何企业 能做到像华为这样 光明磊落 坦荡的说 来吧 建立一个安全网络检测中心 你派专家来检测我 我们可以签署 后门协议 美国哪个企业 哪个公司 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 蓬佩奥国务卿 用清洁与否来评判华为 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 事实上美国一向自识 它拥有强大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现在却容不下一家外国的民营企业 正常的生存和发展 华为作为一家那么优秀的民营企业 它唯一的错就是它是中国的 不是吗 美国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不惜动用国家资源 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 甚至搬出所谓的民主价值观 来到处抹黑攻击中国的民营企业 而且呢 企图 纠结它的一些小兄弟 来对中国的企业围追堵截 我想 美方的所作所为 跟清洁二字 没有任何关系 它做的其实是真正的 dirty trick 就在刚刚 一张中美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对照表曝光 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是时候给国人看看了 据美国医疗清单显示 全血细胞技术检测是36美元 生化常规检查58美元 流感检测43美元 合计人民币约1260元 而这仅仅是检测费用 挂急诊约8000元 隔离病房28000元一天 有时可能整个家庭都需要隔离 所有的费用就要再翻几倍 这些高昂的费用让很多交不起医保的美国人不敢去接受检测 仅在去年就有33%的美国人放弃了治疗 而即使缴纳了医保 自己也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费用 据美国媒体报道 一名女性患者表示 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后 她收到了总计34000多美元的账单 折合人民币约25万元 偏价的医疗费用和政府的不重视 让一些有症状的人无法得到及时收治 也直接导致了美国疫情的大爆发 反观中国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国家马上拨付抗疫专项资金 让无数患者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治疗 据曝光的中国医疗清单显示 两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分别为72万和112.9万 这两位患者因为病情严重 都用上了昂贵的人工新废机 这种全世界急缺的急救设备开机费用5万 用一天2万 这还不是目前最高的医疗费用 但都是国家买单 这让人想起的那张老人给国家医疗队下跪致谢 感动无数国人的照片 原来这名老人一家十一口人全部感染 且有三名重症患者 现在经过救治全部转为为安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老人这惊天一贵 不仅是向所有医护人员致敬 更表达了他对伟大祖国的感谢 试问 如果不是生在中国 一家十一口感染 谁家能治得起 不仅如此 国家还对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出院后隔离期间的医疗费用 出院后核酸检测阳性 重新入院治疗的医疗费用 全额保障 真正做到让新冠患者 从血疹到完全治愈 不花一分钱 这就是伟大的祖国 每到生死关头 他都会像你的爹妈一样 狠狠的拉你一把 如果你也深感骄傲自豪 请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所有微信群 一起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点赞加油 请大家多多转发 过去祖国一直为我们提供保护 今天轮到我们为祖国转发一次 一定要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日本追寻21世纪悠闲快乐 体验全亚洲最宜居城市 无论是投资 创业 事业 留学 旅居 都可以感受到高品质生活 究竟八字欢迎大家来日本 一起去寻找快乐时光 世界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里是最适合中国人的宜居城市 当然是日本了 早来东京大阪享受高品质生活 无论是智业还是创业 我杨冠都可以帮到你 微信查询 A66831882 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